聯合國統計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當地已經有超過五十萬人出逃 大多數湧入鄰國波蘭 羅馬尼亞 斯洛伐克與匈牙利 歐盟二十七國 準備要給予這些烏克蘭人 三年居留和工作的權利 躲避戰禍的烏克蘭人搭乘火車 巴士 有的開車 大量向西逃往鄰國 聯合國統計已經有五十萬人離境 其中超過三十萬人抵達鄰國波蘭 邊境關口梅迪卡 主要難民中心普熱梅西爾市 從早到晚人車不斷湧入 由於車陣太長 等待太久 許多人也轉往羅馬尼亞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摩爾多瓦 這些鄰國也各自接收了好幾萬人 老弱婦孺冒著寒冷低溫 等候其他親屬團聚 或者準備轉往其他地區 十分辛苦 歐盟研議為他們提供三年的居留 以及工作權 德國宣布接收所有烏克蘭難民 德國鐵路公司免除烏克蘭人 從波蘭入境的車票費用 車站還有志工熱情相助 希臘雅典也有大巴士抵達 年輕的婦女把七歲女兒 送來交給母親照顧 隨即準備回國加入抗戰 去年八月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權時 隨歐美國家安排撤退到烏克蘭的阿富汗人 不敢相信半年內又面對另一場戰禍 必須再次踏上逃難之路 一名曾經為加拿大部隊工作的翻譯 全家正在烏克蘭的旅館中轉 卻遭到官僚程序拖延 難民文件過期 現在沒有經濟援助 也無法逃到任何其他地方 呼籲加拿大政府趕緊負起責任 還有一群處境尷尬的 是烏克蘭境內數千名的非洲或印度 土耳其裔等非白人族群 其中包括大量非洲留學生 控訴在撤退前往波蘭時 遭到烏克蘭跟波蘭兩邊官員的差別對待 搭車被阻擋 通關遭拖延 讓他們在低溫下長時間等候 非洲聯盟二十八號表示 難以接受對非裔民眾的差別待遇 認為這帶有種族歧視 且違反了國際法 波蘭駐聯合國大使 則全面否認有這種情況 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